最近,一个日本女团强贯男粉丝喝洗洁精的视频吸引了我的注意 一开始,女团成员想把洗洁精倒进一位白衣粉丝的杯子里 但对方连声拒绝 于是,第二位演进哥上场了 虽然看起来不太情愿,但她还是被偶像强贯了一大杯洗洁精 视频曝光后,粉丝怕影响到偶像,专门发文澄清 称自己一直把洗洁精含在嘴里,之后很快就吐了 并未影响身体健康 然而,该团体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 他们在推特上正式对外宣布 针对即将展开的人气竞选 表现最差的将获得下海拍片的惩罚 他们是谁?这玩得也太大了吧 对了,请先点个赞再继续观看吧 这样可以让更多的观众看到我们的内容哦 说到日本偶像团体 我们大概会想到AKB48、奶木版46这样的大型女子偶像组合 或是超高人气的聚佳男子偶像团体栏和SMAP 他们都是日本的主流偶像 有大型经纪公司的支持和发展资源 出入于各类电视节目、杂志、电视剧、发行唱片以及演唱会 拥有大量粉丝群体 而地下偶像是被隐藏的 没有被主流媒体曝光 没有大公司的支持 也没有经纪团队帮忙宣传 没有资源 只能在东京各个角落驻扎 在简陋的舞台上表演 隐秘地扩散自己的影响力 所以地下偶像也被称为素人偶像 没有像全国观众公开 并不是那么光鲜亮丽 随着日本的御宅族文化越来越流行 偶像在这个群体中非常受欢迎 从而 偶像市场变得越来越庞大 很多偶像团体蜂拥出现 但 并不是每个偶像团体都能被主流媒体曝光 所以 那些拥有偶像梦 但没有机会的人 就会从门槛较低的地下偶像做起 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为受欢迎的国民偶像 出演很多热播日剧的《乔本环奈》 在正式出道前 也曾是福岗地下偶像团体DVL的成员 他10岁出道 14岁凭借一张奇迹美照爆红日本 还有耳熟能详的AKB48 曾经也是地下偶像出身 但他们最后都成功出圈 一夜成名 从地下到顶流 这 正是无数少女们的明星梦 为了满足这些受限于外形或实力的明星梦 日本各种小型偶像事务所应运而生 虽说没钱 也没资源 但这些公司唯一的优势就是不挑人 无论高矮胖瘦 也无才艺 只要你想当偶像 就能帮你成团出道 而且 长相越是普通 实力越一般的偶像 反而更有可能得到死忠粉的青睐 但是 并不是每个地下偶像都能成功转型为地上偶像 某日本综艺节目采访过一个叫蒸汽少女的偶像团体 他们表示人均月工资大概3至4万日元 每天火食费大概19元人民币 离家远的女生只能挤在事务所不到20平米的房子里 过着用盐配饭吃的生活 要想混出圈赚到钱 除了靠自己 别无他法 迫于无奈和利益的驱使 慢慢地 有些地下偶像团体逐渐变质 Plank Stars于2018年在日本广岛成立 以自由 恶魔 偶像为理念 变身为地下偶像更顽皮的化身 当别的女团在一心打造青春 青春可爱 无害的人设时 Plank Stars则是见走偏锋 抽烟 酗酒 一样不少 在别的女团歌颂青春和恋爱的时候 Plank Stars创作出的歌曲整首都在聊生止气 虽然名义上是个女团 但Plank Stars里曾经有位成员生理性别为男性 Plank Stars从一开始就跟一般的女子偶像团体不一样 你永远猜不到在他们表演结束后 地上会出现什么 2022年9月 他们在秋夜园的Live House表演时 向激情澎湃的粉丝们放生了300只活蟋蟀 比起白可爱的动作表情 他们更擅长在舞台上用润滑剂或是酒精丸水枪大战 除了口味独特 这个女团的表演往往少不了大胆的新暗示 他们曾经在表演过程中直接骑到粉丝身上 或是和粉丝嘴对嘴味西瓜 脱上衣已经算是Plank Stars的常规操作了 更绝的是 他们连小奶奶都能扒下来送人 之后还会和粉丝拍照留恋 不仅脱自己的小奶奶 他们还会把粉丝的小奶奶拉出来进行玩耍 有时还会拉幸运粉丝去台上挨打 无论Plank Stars的下线低到什么程度 粉丝们都爱得乐不思数 这种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情形 实在佩服 当偶像们在台上狂撒墨汁泡面时 台下不少男粉丝上身赤裸 进行群魔乱舞的狂欢 每次演出结束后 现场几乎都是一片狼藉 地上洒满了死掉的小鱼、西瓜残渣、润滑剂、洗发精等 为了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他们一个比一个豁得出去 接受不了游戏规则 结局就一个 爱干不干,不干滚蛋 2021年6月 成员田中雨彩宣布退团 他称自己的精神已经到达了极限 这样的演出方式实在太肮脏和恶心了 不只是心理上 生理层面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因此 为了自己的身心健康 最终决定退团 然而 田中才雨并非是第一个因为身心原因退团的女子偶像 放眼整个日语 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 2020年 日本知名女团AKB48的成员杜边玛友 就曾宣布因身体原因退团 即使作为AKB48中人七前三的idol 也免不了上节目时被拳打脚踢 最后还得忍气吞声地说声谢谢 其实 这期节目中 受欺负的不止渡边玛友 大岛幽子 紫园丽乃 川龙里奈 高桥男也都未能幸免 在日本偶像竞争十分激烈 为了维持人气来保证收入 往往会选择与众不同的方式来满足粉丝的新鲜感与猎奇心 但为了吸引粉丝 而不断去做自己承受范围外的事情 何尝不是对自己的一种自我摧残呢 从2018年成团到现在 PLANKSTARS的成员一直都不稳定 加入几个月就退出的 屡见不鲜 而能在PLANKSTARS长期发展的 绝非凡人 所属公司为了让成员们获得更多关注 推出了人气竞赛 让粉丝来拯救他们的女偶像 人气最差的成员将面临下海拍片的惩罚 而人气最高的成员将赢得一辆自行车 是的 你没看错 就是一辆普通自行车 他们同时强调 参与这场残忍选举的成员均为自愿 这番前所未有的操作 引起不少粉丝们的争论 甚至有人为了看片 而参加这场热闹的人气竞赛 无论PLANKSTARS最后是否真的会让 人气最差的成员下海拍片 这都说明地下偶像团体的竞争环境 确实越来越猎奇和突破边界 其实 在日本下海拍片的女偶像并不少见 一旦进入暗黑界拍片 他们的标签总会变成前偶像 然后被公司包装成学头进行推销 但实际上 前偶像团体成员能成功转型拍片或写真模特的 能火的也没几个 有的转型是为了尝试自己人生中没做过的事 但大部分都是为了生活 或者说是根本没得选 日本女偶像小凑四叶在2011年曾经加入过女团Faris 但在2020年她决定退团 25岁宣布下海拍片 她说自己退团回归普通人的身份后 希望自己的人生能有不同的改变 也意识到世界上有各种不同的性体和不同的需求 所以很感兴趣 也是她最想拍片的理由 2010年 AKB48的前成员中西李蔡宣布改名山口李子 宣布要下海岸黑界拍摄全裸写真 当时震惊了日本娱乐圈 要知道AKB48是日本大型女子偶像团体 中西李蔡在团队中绝对是C位的存在 但当年选择下海拍片也是迫于无奈 因为母亲被骗 负债累累 而她进行的这些偶像团体活动根本还不起债务 2022年 中西李蔡还被媒体曝光 说她在夜店做陪酒女郎 同为AKB48的前成员高松惠里 在2010年的研究生选拔中失败 随后 在2016年改名菊丽莎也走进了暗黑影视圈 凭着AKB48的偶像光环 菊丽莎也确实横扫了爱情动作片界 日本地下偶像相关纪录片中显示 日本偶像行业虽发达 但其中80%都是地下偶像 遍布整个秋夜园地区的地下偶像数以万计 而真正能上电视的地上偶像仅20% 半温不火的地上偶像 除了退圈 只能地上转地下发展 所以如今日本地下偶像的数量越来越多 地下偶像文化也逐渐成为了主流之一 偶像的主要收入来源于卖专辑和开演唱会 为了多卖几张专辑和门票 他们啥都愿意做 比如跪在街头叫卖 或是躺在垃圾盒里半流浪猫 不过一场表演或一张专辑值不了多少钱 附赠的那张握手券才是无价之宝 比起看偶像在台上努力地唱歌跳舞 粉丝更愿意为带有性暗示的肉体接触买单 演唱会结束之后 一般都会安排一场与偶像近距离接触的签手会 一张握手券换一段与偶像独处的时间 为了能与喜欢的偶像长时间互动 有钱的粉丝往往会选择大量购入专辑 囤一堆握手券 地上偶像的签手会 大家一般会牵牵手聊聊天 现场画风主打一个温馨有爱 但地下偶像的签手会 则有些会三观 过分亲密的肢体触摸 格指接吻 货彩粉丝身上拍照 这些都是常规操作 让十几岁的女孩嘴里叼个套套 和粉丝睡一个被窝 实在让人看不懂 甚至还有女孩用手掌遮挡关键部位和粉丝合照 这种偶像和粉丝之间的双向奔赴 我真的无法评价 但拍这种亲密照片 目的无非只有两个 一是赚钱 因为动作尺度越大 照片越值钱 二是攒人气 便于之后转型卖片 对于粉丝而言 陪着偶像一起努力 就有共同逐梦的参与感 偶像身上的每一点进步 都能带来成就感 这就是追地下偶像的乐趣所在 把一个无人知晓的地下偶像 捧成耀眼夺目的大明星 这是所有粉丝的终极目标 顶级的地下偶像狂热爱好者 普遍都是有一定经济实力的成年人 因为只有他们 才有足够的钱和时间拿来追星 花大量时间和金钱 去养成一个完美的幻想对象 这是日本独特的社会文化 给予玉宅族们的心理慰藉 在日本男性眼中 完美女性必须具备温柔 弱小 可爱 听话等特质 少女偶像们从外形打扮 人设性格 甚至连才艺爱好 都会尽可能地去贴近男性幻想 随着日本不婚主义增加 老龄化严重 生育率降低等社会现状 追星也就成为了未婚中年人士 排遣寂寞和空虚的最佳选择之一 在粉丝眼中 少女偶像可以是他们的朋友 孩子 甚至爱人 至今 日本仍在经历一场持续了三十年之久的经济衰退期 超负荷的社会压力之下 随生出了形形色色的娱乐方式 用于自我麻痹和逃避现实 一位43岁单身未婚的粉头大叔说 若没有这种活动 我可能一辈子都会很孤独 人到中年经历了太多的失忆 现实让他们无法活成理想的样子 于是 他们选择花钱造梦 让梦想中的偶像去代替自己成为那个闪闪发光的人 毫无下限的低俗行径 自然不值得推崇 但疯狂的地下偶像文化背后 也藏着台上偶像的梦想和台下粉丝的孤独 这就是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各取所需 对于今天的故事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你的想法 非常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 请帮忙点个赞或者点击订阅按钮 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 照顾好自己 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